最後如果你不是程式寫完 開發雷零沒有插入什麼 表單控制上有個按鈕 就是左上角這一個 按下它之後十字往右下拖拉 大小由你自己決定 放開之後它會問你說 你要按下按鈕之後 要執行哪一個SUB 反正SUB就會在清單出現就對了 其實SUB在VBA裡面也叫聚齊 所以說老師這邊不是叫聚齊嗎 為什麼你這邊叫SUB 一樣的東西 只是我也有很多時候就是 喜歡取一些奇怪怪的名字 反正這個名字感覺好像都不一樣 可是實際上都一樣的東西 反正你知道聚齊就是SUB就對了 OK 那我們就指定因為我是年齡判斷2 然後我上面的名稱叫按鈕2 為了要把這個名稱拿過來 所以我的習慣是會把這個年齡判斷複製一下 按確定就好了 那因為我剛剛有複製嘛 所以我把這個上面的名稱貼上 年齡判斷就OK了 這個時候你把游標移開 這樣就OK了 那你就是在這邊輸入 比如說你更改一下 32歲 好然後你就是按一下年齡判斷 看看這邊會不會變動 不會變動 為什麼因為他已經撞了 改一下 66歲 好按一下年齡判斷 不過游標要點一下旁邊 按一下年齡判斷 老年變更了 OK 當然 其實在VPA裡面不只是這樣 它還有提供一個更厲害的功能 那個功能叫做表單 表單這邊沒有出現 按右鍵 插入剛剛插入模組 模組另外一個制定表單 那這個表單什麼作用呢 就是如果你覺得 直接在以色列裡面輸入 感覺還不夠專業 你希望跳一個什麼 有點像我們一般的視窗 一個Windows 你可以在上面填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制定表單 那這個制定表單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比如說你可以在上面 先按Label 這個是Label 那Label上面名稱就是 比如說請輸入年齡 你可以讓人家 輸入 這邊可以翹 可以在這上面 去 這個Caption標籤 可以讓它出現請輸入年齡 字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字乎此類的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然後這邊一個 請輸入年齡這邊的話 請輸入這個就評語 Caption 這裡幫我改一下 然後讓人家輸入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改一下 這個A小A小B是輸入 輸入 然後一個 兩個 然後最後在這邊再加一個按鈕確定 或者輸入之類的 假的這樣 然後其他可能再做美工一下 然後把它 跳出來 有沒有 就可以填 填完之後就輸入了 而且甚至可以把以色列當資料庫 就是以色列的工作表 是儲存資料 有沒有 你填完Enter 填完Enter 就可以有點像可以做成進銷存系統的 只是現在欄位只有兩個 太少了 如果你未來很多人 你就一直往下做 然後輸入輸入輸入 Enter 字就輸入進去了 Enter就輸入進去了 那你也可以做什麼查詢 修改 刪除 那些都OK 所以就是說你真的要實現什麼 把以色列當資料庫來用 這邊都已經符合 完整的功能給你 只是說大部分人好像對這些都不太熟悉 然後會去學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其他工序也辦得到 只是說我是覺得這邊這個東西已經夠簡單 而且它已經都提供給你了 那只是說這些後面延伸的東西 請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找相關的資料再去看 OK 好 那試一下 按鈕應該沒問題吧 按鈕 OK 在這邊 好 那待會兒的話 請各位再試試看 就是下一題的話就是成績了 A B C D 這一題也許比較簡單 請各位就自己再練習看看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要向前再推進吧 做一個什麼呢 計算BMI 的一個小程式 那這個BMI的小程式請你Google一下 Google BMI BMI 我們Enter一下 你會發現第一個 最後一個什麼 BMI 第一個 第一個吧 計算 這個 這個計算 那這邊就有相關公式了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再寫一個 計算BMI的小程式 OK 那你應該在Python裡面 該怎麼寫 反正第一個我們Input OK Input的話你要跟它講說 請輸入身高幾公分 請輸入體重 OK 然後我們有它的身高跟體重 然後告訴他說 它的先輸出什麼 它的BMI多少 OK BMI公式在這裡 它的什麼呢 體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身高平方剛剛有嘛 乘乘馬二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算出它的BMI 不過身高的話呢 要用公尺 不是公分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輸入的公分 再除以100 變成公尺 才能算出正確的BMI 那算完之後呢 底下有評語 比如它BMI呢 如果小於18.5 那就過輕 18.5到24算正常 那異常的話就有過重 輕度肥胖 中度肥胖 跟重度肥胖 所以它們有一個邏輯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哇 比剛剛還更複雜 那程式該如何撰顯 其實 基本上你拿剛剛寫完的程式拿來修改一下 應該也OK 只是說多一個條件 比如身高再多一個體重 Embobus變兩個 所以需要兩個變數 那 這邊的話 請各位先想想看 可以自己動手做一下 如果自己可以寫出來 那恭喜你 以後你寫東西應該就會更加的得心應手 試試看 那另外好像你們也有那個 最後會需要做個專題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你對什麼樣的題目比較感興趣 OK 那至於要怎麼去呈現 也許就是我們上課講的這些實際的案例 那我們可以讓它變得更漂亮一些些吧 不要只是說做個BMI 這樣就混過去了 你可以 至少比如說至少後面有資料庫吧 可用的 但是也不要想天馬行公 自己都做不太出來的 當然也不需要為難自己 OK 可以想想看 因為其實像這種課程 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去實作 等到你會了之後 其實很多問題都變得比較簡單 就怕你都沒有動手 用眼睛看沉思 這種一定學不好 OK 試一下 小 We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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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법 審 好 偉 角